你说它重要 我是觉得用到的机会 OK 用到的机会其实当然不是那么大 如果跟串列比起来的话 串列的好处就是翻译串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在Excel里面就一栏 所以我们之前有用A栏 B栏 C栏 然后把资料分别放进来 如果说字典的话它有个Key 有个Value 所以是等于它有点像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两个栏位 OK 如果说我今天要处理它的话 在一个字典的形态里面 如果它的Key Value 那我们现在怎么处理 我的习惯是干脆就把它切开来 一栏就是Key 一栏就是Value 然后把它放在串列里面再来处理 因为我还是习惯把它当这个串列 因为串列之前用的还蛮顺的 所以如果说你又不想说 知道太多太复杂的东西 那不如你干脆把它当成两个串列 OK了 可是要怎么把它变两个串列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它常用的一些这个方法 大概比如说我要知道说它总共有几个的话 里面有几个元素我可以LEN 清楚的话可以了 Copy 那可以取得里面的它里面的Item OK 比如说取得Key跟Value 那如果说我要把它的Key抓出来就是 这个字点点Keys 来这个时候它可Return一个什么 它所有的Key 那如果你要Return它所有的Value 就是点Value OK 那如果你要放在那个串列里面的话 记得要把它转型 前面它再加一个List 刮符把它转成一个List 就可以接到了 比如说我们今天来练习一下 下面的话当然用那个字典输入成绩 OK那怎么输入成绩 首先有几个地方跟前面串列不一样 第一个我们前面串列呢 它的初始值是中刮符 特别注意哦 在字典的话 第一个它叫做大刮符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哦 它的初始值 比如说我今天初始值就给它一个大刮符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一样输入成绩 所以也许请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之前我们有一题有没有 就是在前面 我们有一个什么 输入不是直接输 是输入成绩 但是只有成绩没有姓名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之前有一题练习什么输入成绩 这个是CSV 是不是有一题 输入成绩 在这里练习题 OK 那这一题的话呢 我们之前有写到 比如说我今天 我后来好像是改成用那个读入成绩的 我再把它改回来好了 这个先不要 然后这边 我们一样有没有 就是先产生一个Score 中国阿湖 然后它的总分total 这个是初始的 因Score 然后这边Hile 1 让它输入成绩 最后append 用append的方式放在Score里面 所以它如果输入第一个成绩 放第一个 那Islay推 最后的话呢 把这个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把它print 计算出 我们输入的那个总分跟平均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成绩98分 然后65分 这个格式有点好 给它点一下 把他数分 那最后的话你就输入一个-1 负1嘛 我们就离开了 那最后的话呢 要显示出总共有几位学生 然后总分平均跟最高最低 但是这边有个不足的地方 就是谁的成绩 我们少一个栏位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 先把这边改一下 也许我这边 第一个呢我如果不用串列 我可以用什么 用字典 DIC 所以我把它改一个变数名称 一般习惯DIC1 等于什么呢 大瓜胡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让它输入 可是问题我这边可以多一个栏位 就是也许这边再多一个 叫做它的名字 名字的变数叫INNAME 等于空的 OK就是它的名字 INNAME就是它的成绩 INNAME就是它的名字 OK 那等于就是说多一个key 它把我们的名字放key 把成绩放在value 所以特别注意 有另外一个地方会有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第一个初始的一定是用大瓜胡 另外的话呢多一个栏位 那把它的名字加进来 再来的话特别注意 我们是用append的把成绩加到串列 复制 就是用复制的 复制的 复制什么 它的 INNAME 它的value就是什么 它的inscore 它输入它 这个inscore DICD1 我刚刚讲了 字典里面一样可以算它里面有几个 所以几个学生key value算一个 OK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一样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列出什么呢 列出就是说 它里面到底总成绩平均 当然我们可以列出什么 这个地方我也说我不要这样 我想要列出什么 哪个学生成绩多少 学生成绩 学生成绩 学生成绩的话 该怎么做 请各位试着先把那个 我们之前的这个题目 不过我建议 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最好是把它copy再贴 不然的话 你旧的可能按Save 那就改版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们最后如果说呢 我希望把之前的那个 scope的版本 输入成绩的版本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用那个字典的版本的话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再把它怎么样 做出 其实就是这个Dictionary有个好处 就是它可以谁的成绩是几分 谁的成绩是几分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当然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你可以改几个地方 所以第一个 如果你要把那个串列改成字典的话 第一个不一样 加一个In name 因为多一个名称嘛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Append Append是把什么东西放在那个串列里 但是那个Dictionary它是把什么Value 放到哪一个Key里面 所以写法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因为这东西又是写的方法不太一样 如果你这地方知道的话 那之后会利用那个什么字典 就会相对比较简单 这个大概 然后我们就一个多一个坑的把它放进去 那最后我是希望能够做出什么 做出类似像这样 就是谁的成绩几分 OK 那我这边已经列出 另外的话就是它的跟前面一样 几个学生总分平均 还有最高最低分 这个可以延续 那要怎么做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话 我先把这个Mark 起来好了 其实最后当然你可以输入完之后可以把它print 因为可能同学对于到底输入的东西是什么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可以先print它里面的架构好了 假设我今天输入 比如说它的假设我简单输入第一个人成绩 那它的成绩是AAA 它的名字叫AAA OK所以AAA的成绩是这个 然后再来BBB好了 不过不用输入那么多 大概就输入几个 -1 Enter 那你会发现它其实就一定是放进来的话 本来是一个大瓜糊里面什么都没有 那它key value就是key的话就放前面 然后中间的话就是加一个冒号 它的value 所以逗点就第二笔 key这个key这个value 后面如果还有就key value 那这个的话跟那个 我们一般在网页网路上面用到Jason 其实涨了一模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要直接放进来 直接是没有问题的 OK 两边可以互转 那只是说呢 我要怎么样把这里面的key抓出来 value抓出来 所以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怎么样 你可以 如果你要把key抓出来跟value抓出来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写成这样子 就是呢 我可以前面用一个list key 去抓什么 抓那个 就抓它的key 怎么抓呢 就是这个里面的key 所以你这边DICT1点什么 把所有的keys 这边有点吗 keys就是里面所有的AAABBBCCC 通通帮我抓出来 放哪里呢 放在前面一个串列 不过特别注意哦 它是字典的key 所以它不是串列哦 那请记得怎么办 请你记得再多补一个 把它强制转为一个串列 这样的话呢 它转过来就是AABBBCCC 它就变一个串列了 那同样的哦 如果你要抓到它后面的成绩 那你就是list 然后呢 这个values有没有 所以keys就是抓前面的所有的 然后放在一个串列 那values呢 就是放后面的所有成绩 那放在 我刚才名称叫scope好了 OK那 我也一样了 所以等于是说 我又有名字 那成绩就放scope里面了 OK那如果说要把这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都把它抓出来的话 那底下你可以写一个回圈 什么回圈呢 一个一个帮我抓出来 for i 这个i 字从零开始吧 in range 那总长度 就是 L1我刚刚讲过 里面说 当然你这边可以补一个零 零斗点 其实这个零斗点不加也没关系 意思说从零开始 一个足够 帮我把里面资料提取出来 所以这个是零 那这个是一 那这个是Value的零 Value的一 那最后的话我们就是输出什么 这里面的成绩 谁的成绩是几分 那我可以加一个大瓜糊 不过这个特别大瓜糊是formate的大瓜糊 谁的成绩是几分 那我可以formate 把他里面的key 他他这边里面的key抓过来 塞到这边 那就是谁哪个名字 成绩的话就丢到这边来 所以你这边转完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run完之后 一样我先输入成绩 然后名字 OK 那把它分开来看 然后再来第二个 这大概输入两个 只是一试一下 然后最后就-1 Enter的话你会发现 刚刚这个地方是print的结果 如果要把它分开成这样子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是跑一个什么 跑一个回圈里面 特别之后就是要把它先分开来 关键的地方 再跑一个回圈 分别把这些资料呢 print到这边 那就是谁的成绩 有没有 四几分 有没有 OK 然后他就一个一个帮你抓出来 最后呢 当然如果你要像我们最早 那个scope的练习 其实底下的部分 完全一个字都不用改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一样是把最后的那个list 放到名称叫scope 所以其实跟底下的名称一模一样 有没有 就等于是说 在这里字典的角色有点像 多一个名字 那怎么办 我又不想多一个串列的话 那我干脆放字典就好了 OK 然后呢 逐一逐一的跑出来 所以你会看到最后的结果 应该就可以看到 类似长这样子 特别是这个形态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这个形态将来不太熟的话 以后你要做很多 再复杂一点 尤其从网路上捞杰森档格式 那你会出很多问题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置了 OK 这个可能蛮重要 或者是说你将来要跟云端的资料库 做连结的话 那你也要懂 不然的话两边怎么接也接不起来 OK 因为这些都是用到类似的大瓜谷 OK Enter 有没有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指的是刚刚的原始的 然后这个就是把它个别抽离出来 这个的话就是之前我们在串列里面做的一模一样的结果 请各位练习一下 做完的一模一样的程式码 云端上都有一份 在哪里 请各位参考那个云端白板的第五个单元的第39页 OK 如果你实在是不OK 没关系你先复制贴 记得要删掉重来一遍 或者删掉部分重要的 各位请注意 你不要用看的 程式用看的永远学不会 一定要动手做一遍 做对了你就会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OK 所以呢就是这一题的重点 就是把之前的串列 再改成字典 那字典里面呢会多一个key 这个key 在这里我们是用姓名当成key 所以谁的成绩是几分 你才有办法这样表达 不然的话如果说你用串列的话 变成你还要另外再多一个串列名称 相对起来可能还是没有字典来的简单 另外的话字典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字典的key 他跟资料库的概念是一样 那个key 第一个他不允许重复 所以如果说你AAA 你下一个再打AAA的话 那你下一个AA输入不进去 而且但是他也不会告诉你 他就自动把那个A 第二个AA自动吃掉了 他也不会告诉你 OK 所以特别之后他那个key 那个key跟资料库的那个概念也是一样 就是第一个 资料不允许重复 那第二个当然不允许怒 就是不允许没有资料 所以那个key不能重复 也不能是空的 OK 这个概念其实跟资料库也是一致的 那这个形态的话 其实未来就是在做那个网路的资料截取 就是网路爬虫 其实扮演还蛮重要的角色 或者是说你物联网 你从外物来的资料 可能通常也会丢一个类似Jason的格式给你 那当然你就必须要懂得去把那个Jason的这个格式 直接用字典去接起来就好了 等于是说那边给什么 你这边就接什么 完全不需要做任何变动 但是如果你将来会希望处理这个字典的话 那我的习惯是把它切开来 一个用list key 一个用list value 那就会变成一个字典又有两个串列 那我再把这两个串列做处理就好了 OK大概是这样 那细节部分请各位自己再参考一下 那个云端白板的第五个单元的39页 OK